2015年港姐亚军 兼股评人庞宝林的女儿庞卓恩 日前分享了她 墮入网上骗案的经历 短短三天 她竟然被握了7万元 但当她希望叫停 并要求骗徒 加回已经给了的案金 骗徒就说 必须要完成任务 才可以取回本金 之后Ada打到银行 要求截数 但银行就回复说 无能为力了 2 2 1 2 3 2 4 3 5 6